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台北股市下跌了四百八十几点 我看一下461点 461点成交量4336亿 所以今天应该算是一个带量下杀 那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一直在这一段期间跟各位报道 虽然台北股市是抗跌 但是呢 在美国股市终于走到了上 昨天走一个小破底了 之前的低点已经破了 有没有可能走ABC再恰上 今天真的俄罗斯真的打乌克兰了 那当然盘中新闻从11点多开始 整个盘中新闻就出来了 几乎是看到了火光啊 那当然整体来讲的话 事实来讲 我想应该真的是有开火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开打总比不打好 那台北股市这一次的补跌 但今天我看一下 外资还没有数字出来 不过我觉得外资应该至少500亿以上 那当然顺势跌了 顺势跌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连线不会破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长荣 我觉得近期就要突破149块 为什么我这样说 在这个节目当中 在从今天开始 我一年专队货归航运 最新的整个法人报告 做比较经济 就比较详细的说明 详细的说明 我今天先说结论 先说结论 接下来 我从各种产业面的一个 比如说塞港也好 那供给的 传播的供给也好 一点 慢慢的跟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个节目跟各位报告 那如果 当然你如果说对自己手中 有货归三重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守定 从今天开始的 每天的节目做观察 做观观看就可以了 我们马上就今天借下来的盘势 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跌了461点 461点 当然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用这张图表 我们先看这张图表 我说其实美股 如果回升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整体来讲的话 昨天道琼标普纳指 这三个低点都已经小小小的跌破 只有废半来讲 还能够撑在这边 所以今天的跌一开盘是跌 200多点应该是跌这里 如果说没有正式的开战的话 后面这200多点是不会跌的 所以说台北股市 就股市的投资来讲的话 很多的因素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测 但是台北股市跌 我觉得是好事情 跌快速跌 至少把盘整个 整个盘整个就打掉了 就是快速跌 然后到一个底部来讲 涨也会快速涨 所以接下来 投资朋友你要看的 不是去悲观 你只要你手中买的是一个 相对的好股票 我所谓的相对的好股票 就是第一个 它今天要有获利 你说今天来讲 当然你说这些旅行社的股票 都拉到涨停板 什么三户 五湖 凤凰 这些 那我当然就是 只讲说台湾的主力在操作 你说今年这些公司要获利 我不认同 你明年来讲的话 你如果边境不开放的话 要赚多少钱 我也不认同 所以这一波来讲 只是炒一个题材面 就像之前的宏达店 宏达店要赚钱 大家都知道他不会赚钱 但是这个主力就是太厉害了 可以从三十几块炒到 炒到了九十几块 所以说 我不能说他不会涨 就像宏达店一样 就像宏达店之间 但是他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就一定要避开 有没有 他要跌的话 他一定上去一个 一定会做一个头部 你就不用去做他了 你要做就这一波 所以说这种个股来讲 只有你真的是 风险积极者 比较能够操作 那我原则上 我带会员我们大概有负责带会员 在一个研究报告的一个责任上面 所以没有办法获利 雇出来的公司 我怎么去讲啊 因为储力炒作 我没有办法这样写啊 因为什么题材面 没办法这样写 我们一定要什么EPS 至少你要真正的 你为什么你看好的原因 低本益比较 未来的成长性 所以说这种所谓的 什么273D这种个股 那只能说 今天熊丝还好啦 其实很多股票一直涨 那最后你看也是拉到涨停板嘛 对不对 你后来大盘震荡就拉下来了 所以说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你看报了两万三千多张的量 当然当冲会占比较大的比例 当冲会占比较大的比例 但这种个股来讲 从现行看来讲的话 实际上还没破之前 都还是相对安全 相对安全 那你昨天你看 昨天强势的华航啊 2618的长农行啊 今天当然还是会会 这种大型股来讲 绝对撑不住 绝对撑不住 不过就这两只个股 我说长农行还是比较强 所以解锋这一块来讲 真的有基本面的涨上去吗 没有基本面的 你还在批扑跳 还在蹦蹦跳 那原则上 我是不太做这个啦 是真的 只是说跟各位投资朋友讲一下 今天那个强势股的部分 就在旅行社的部分 像熊师两年也赔了快一个资本额 今年也看至少也赔个资本额 跑不掉了 三年赔1.5个资本额 股票一百多块 那我怎么去看这种股票 我真的看不懂 看不懂 所以说只能说放弃吧 我就觉得反正涨就给它涨 跌也给它跌 关我们没什么关系 那重点是说很多的个股 台北股市所谓的好的个股来讲的话 这种比如说好 我举一下不好的个股 这种不好的个股 这种股票就要避开了 这种完全没获利的 这一次来讲草题才上来的 你看到没有 完全没没没谈 谈这一波而已 你看从96块跌到这里 这个原则上是没救了 你说低轨卫星来讲 但是今年获利没有 所以说你看这个大头部 这也是炒完了 这炒完了 所以说你有在这里的 不知道怎么时候才会回来 然后什么 3016的加金 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其实还能够赚钱 不过本益比高 本益比高 这个这个没办法 这个这种 属于比较电子 有比较高本益比的 你就一定要特别留意 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如果说像连电 我每天跟他讲连电啊 连电今天跌啊 对不对 那这种大型股 你都今天跌到最低 到51.7 对吧 51.7 然后这个区间这个位置的 好 区间这个位置的 那反正呢 这里来讲的话呢 外资卖的标的 就像台积电一样嘛 因为台积电600块 真的让你看到了呢 你看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你就真的不用担心了 讲实在话 每次台积电你说600块要买 真的600块要买 你给你买 你也不敢买了 所以说这种好股票 反而在这种台积电 每次的买点 都是这种系统风险 大到不行的时候啊 外资其实就是杀到股的时候 这就是你真正来讲 中长线的进场点 但是很多投资店 反而这里就不敢买 怕越怕啊 就是在投资商来讲的话 你要克服的地方 台积电今年赚30块以上 以他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破了 20倍的本益比了 其实修正到这里来讲的话 已经是非常低廉的价格了 已经非常低廉的价格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以目前来讲的话 昨天跟各位讲了吗 真的打的话呢 几乎在这里 那军队在这里 当然这边都有包围的军队 所以从俄罗斯打几乎是最坏的 从白俄罗斯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说为什么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会联合军演的原因 也在这里 也在这里 那如果说俄罗斯结合白俄罗斯来讲的话呢 那乌克兰来讲就是为为可及了 那今天如果现在打了 我们消息面现在来讲真的不太确定 那如果真的打 现在就看欧洲跟美国 有没有真的跟进去帮忙吗 还是乌克兰自己去打吗 那如果乌克兰自己打的话 欧美的军队真的没有出来的话 那原则上呢 其实很快乌克兰就会被苏联占领了 那接下来国际社会 我想欧美一定是一事谴责 然后开始经济制裁而已 我觉得会走这条路了 你说在真的出动军队跟俄罗斯硬打的话 其实也有风险了 有人讲说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原则上我觉得是不会啦 那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反正你买什么都惨了 都惨了 这一四三次世界大战一打的话 那这个跟二次来讲 我觉得现在的人类社会 应该不会这个样子 那反正的美国也是要做做样 所以制裁还一定会 那如果对俄罗斯跟白兰俄罗斯做制裁的话呢 那一些原物料来讲的话 行情当产业的变动会是一个动态的状况 或一个动态的状况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你也只能紧跟着一些 比如个股来讲的话 以一个技术面来看 如果这些个股来讲 你如果说也有一些股票破底 但是真的有赚钱 有高值利率低本益比的 你就这里来讲就不用太担心 就不用太担心 但是如果说你的股票来讲 还是高本益比跌到目前为止 像2314的台航这种公司 你没看不到获利的 就代表说这两个股票不吵了 不吵就是一直卖了 那你怎么办 你也只能跟人家卖而已 对不对 你跟人家卖而已 所以说这里来讲 整体整个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你要留意一下你手中的个股 那我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五成以下就好了 我们现在会是五成 五成以下就好了 五成以下你就不会太担心了 因为其实你说台北股市最近 你说有没有抗跌 真的他也是真的抗跌 今天真的跌比较重而已啊 你看在这里来讲的话 美国股市已经跌到破连线这个位置 好让我们看一下今天外资 应该出来了吧 好应该出来了 外资你看五百亿吧 我说一定五百亿以上啦 你看五百三十四亿很正常啦 这个也没什么 史上第五大没什么 就给你卖吧 给你卖吧 明天说不定一开盘就跌一点 涨一两百点就上去了 那外资卖了五百三十四亿 我想今天 他如果有买的 明天只要盘一纹 他又要往上攻了 那卖的话 我想台积电已经卖最多的啦 台积电一定卖最多 就不用看了看台积电的走势就知道了 台积电一直卖最多的 好那我们看 这一波来讲我个人觉得啦 连线应该是有撑 其实来讲半年线其实就应该要有撑 从这一波来看 你看季线 半年线那时候这个低点在这里 然后基前来讲 来到这个季线的位置都能够直跌 有没有 那真的开打 开打也算是 也是个利空嘛 总是要反应一下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开打还涨吧 所以说跌 跌到这里来讲 你看今天 跌的过程当中 其实 以半年线的位置还能够守住 那其实这里来讲 低点是17633 17633 那今天来讲的话呢 也是17594 所以其实这个低点来讲 以目前看 今天是跌破 但是只要三天 能够往上再站上去的话 当然就强了 都还算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台北股市 今天是顺势让它跌而已 那如果说你这一次来讲 政府基金 我说昨天在各位 在节目当中说 政府基金一直强力在做多 对不对 那一直在强力做多的过程当中 那我请问 你目前他会在这里就放弃吗 他如果要放弃 他这里就放了 你干嘛撑了那么久 投信连续今年买了500亿的钱 对不对 买了500亿的钱 这绝对是政府基金给他的 你说一般小型民众会刚好拿500亿给他买股票 我才不相信 美国股市都走空头 然后呢 有二五战事的影响 你说一般投资朋友在这里 加码买基金 钱都进投信 投信就一直加码 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是政府基金转个弯 然后让你去买 所以我昨天跟你分析过了 那投信来讲的话 今天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大概刚刚没看到投信 外资卖超 外资就看外资卖超 自营商没出来 外资比较大 所以说先出来 自营商跟投信还没有结算出来 所以说你看这里来讲的话呢 最差最差就是连线 你看台股的连线 你看这波连线来讲的话 这一次说跌到连线来讲 是这两年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是去年 就两年来讲 第一次碰到连线这个位置 那第一次碰到连线位置 一定会大反弹 一定大反弹 但跌到这里来讲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第一个你说这个颈线的位置 17167 其实也不好看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真的跌到这里来讲的话呢 那整理的期间就会加长 就会加长 所以这里台北股市 在两大利空因素之下 在表现的过程当中已经相对强 当然这里来讲的话 你说台北股市在这里来讲 马上又上去的话 除了美国股市大涨 像我一直跟各位报告 过去就国际的战事来讲的话 只要这么一开打 几乎短线就会见到低点了 那美国股市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期的一直跌一直跌对不对 你看他跌的多凶 你看我们以道琼为例好了 以道琼为例 你看这期的几乎跌啊 从这边啊 每天跌每天跌 有没有 跌到这边 还是在跌 那这边正式开打的话 如果说能够反弹 至少反弹到连线的位置 34,550件也1000多点的位置哦 那台北股市绝对会趁那次 趁道琼反弹 所以说这里来讲就很重要 还是以今天的美国股市顺着开打 再往下杀 那再往下杀 我之前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 你要提防美国股市走ABC的行情 ABC的行情 所以这里来讲 你只要五成的持股 这一篇目前的动荡就忍着吧 你杀也真的 你如果持股不多 你在这里不用怕 你假如你对今年的个股的基本面 有一定的了解 有一定的信心 你就不用太害怕 就不用太害怕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只能讲说有融资的 当然会相对比较累一点 有些个股来讲 真的跌得非常深 非常多 那这里来讲的话 就是投信 你看今年买超500亿 这就是政府的政府的钱进来 那台积电你说有什么好怕的 讲实在话 高通辉达 辉达给他多少 第一季支付18亿美金 然后辉达也预知 台积电90亿美金包产能 高通4奈米 骁龙8 J1 骁龙8的第一代 也被三星的 但是良率过低 找台积电帮忙 然后升级版订单回台积电 明年新世代3奈米 5G晶片 由台积电超到 所以说 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今年30块 其实都已经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本一笔是修 我就修到20倍 就中长线来讲 就中线的投资 你钱绝对是可以进去了 钱在这里就可以进去 这边来讲的话 都可以超跌了 那记忆体来讲的话 美光 其实 以目前看 恶物战争也会影响记忆体 所以记忆体来讲的话 今年首季 标减金合约 较上级下跌版 但现货价持续还涨走高 预期第二季的合约价 就可以止跌回升 就可以止跌回升 这是大家科生的看法 那今天第一队的族群 我们看一下2344的滑方铁 你看今天就是破十字线而已 你看他一队线还没破 算很厉害了 很算很厉害了 对不对 你看一队线都没破 南亚哥相对就比较弱了 我这边南亚哥在四三个过股当中 相对就是最弱的 那你看今天像威刚 今天你看 刚破十字线而已 所以他的线型来讲 当然会不会补跌 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 还是要留意一下 你看都刚破十字线而已 所以没有今天有大跌 你说要破十字线 其实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说记忆体这一块 我是觉得还是可以留意 还是可以留意 好 那这里来讲的话 美国通过膨胀率 恐冲高到10% 那这个时来讲 但今年3月10号 反正事情一起发生 真的是好事情 我本来说说 二物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 真的打 那如果在3月10号 能够真的打的话 哇那两件事情 确定性 两件事情都一次解决掉 接下来就看 整个国际股市的反应在哪边 那以三月来讲 生意码 我觉得这个蛮确定的 生意码机率已经不大了 生意码 那生意码 二物又开打 所以说一切的不确定性来讲的话 其实慢慢的沉淀了 那你总不能说 二物暂时一打的话 全球股市一直跌 当然就美国现行来讲 还是要留意 还是要留意 我们会不会从今天开始 会不会被拖下去 反正给他400多点的空间吧 好给他400 那我就连线这边 一定会很有手的 很有手的 反正是今天台湾政府那么大的做多 其实真的是就浪费掉了 浪费掉了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 散装货柜 那我们先看现行 我觉得你如果说你没有了 你真的想买的话 当然就先买长荣 你看今天长荣 今天长荣小破五日线而已 连十日线连碰都没碰到 连十日线碰都没碰到 今天也是大量 今天二十五万张的量 有人在砍 有人在买 那今天你看最高到147 149才两块钱而已 你看他今天跌了400多点 这种大型全资股 你看没什么跌 你看到2609 2609 你看2609就破十日线了 有没有 就相对真的弱很多 阳明真的弱很多 那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殖利率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吧 我觉得应该是在他的整个今年的配息的部分 那我们看这三支个股 你看今天 万海也小破了十日线 所以最强的 假设你现在没有股票的 假设你破贵上的时候 你没有 你想买的 你就大概就是以长荣为主 就现行上来讲长荣是最强 但长荣能够往上涨 万海阳明还是会涨 但是就是他不是主攻部队 你可以看得出来长荣 那长荣为什么是主攻部队 因为其实他最重要的是 他从过去有赚钱的配息都有记录 都有记录 相当好 所以为什么法人今年会估到快50%或40% 原因也在这里 那我们也比较一下 去年 我们讲这里来讲 去年 去年在这里的时候 去年八九月的时候 同样在140几块 我们来比较 先比较这两个机器 这里140几块 跟这里140几块 差在哪里 这边的140几块是去年才赚5块钱 3块钱而已 然后今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估四十几块 那时候股价还不理他 还跌下来 说塞港会解决会大跌 对不对 然后后来说今年不错 去年来讲 可以赚到四十几块 股价会回到这里 所以这里来讲是以 我们讲不要讲去年钱 你会弄得掉 我们讲202 2021的时候 这个基准在145块 反正145 14几块这间 那2020他是赚3块半左右 配两块钱的现金股利 那预估2021年是赚45块 但是股价还是跌这一波 但是因为预期 去年2021真的可以赚到四十几块 所以股价从10月开始涨涨涨涨涨到这里 然后他的获利就慢慢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里来讲又跌一波 但是我说这里一波 绝对不会破这个低点 好那这波又上来了 又来到这里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点来看 140块了 好 以今年这个点跟这个点差在哪里 以目前这个点看的话 去年是赚到45块了 所以说今年 跟比去年的8月的四十几块 差在哪边 多一个高值利率的题材 常常我觉得应该是18到20块 应该跑不掉了 18到20块应该是跑不掉 外资投信最近在买 也应该是在买这个 但最重要的是 那今年的获利会怎么样 之前我跟各位报告说 今年的获利大概会跟去年持平 但是呢 最近法人的报告 慢慢的对今年的获利 会比去年来讲的话 甚至于会大幅成长 大幅成长 那当然这个他有很多的推导的原因 那我接下来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会慢慢跟各位讲 慢慢跟各位讲 我们先讲看一些结论 他说看哦 催跪催船 物流供应链堵住 先进国家的通病 基础建设老旧不足 几年之内难以显著改善 最重要的是我们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像 尝试轮 常常的尝试轮 是两万两千TU 这种以前来讲的话 这么大的你能停的 也是个别的港口而已 你不是全球港口 你想停哪边就停哪边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老旧设备来讲的话 你如果没改善之前 你船再好 再先进来讲的话 我泄化就有问题 泄化就有问题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他其实要看到是整体的货柜 这个产业的大环境 你不能只看到一个船增加而已 你船增加而已 然后供给就会增加 然后整个雇云价就会大跌 不会 你看这篇报告写的 其实我觉得写的蛮完整的 你可以从一个货位 单股价的表现上 我还是建议你 还是以技术面为操作的重跌 我会看好 当然是技术面非常看好 以常常来讲 就是技术面 你看他今天跌400多跌 连50千都没跌破 对不对 所以就代表他强 你这样子强的过程 你才从基本面去看 所以为什么 他近期里面可以突破149块 他现在接近 没有办法马上过 是因为受了系统风险的影响 系统风险 一系统风险压在这里 你没办法 这种大型股 你看到人看到系统风险 这么严重 还是会想卖 但是我们看一下 你看他讲 2022到2023年 供不应求 货柜航运的获利 逐连走生 这个很可怕 对不对 逐连走生 他2022年2023年 都还看往上成长 那如果很上成长的话 如果真的被他猫到的话 对不对 去年我觉得说 他会猫到 他真的给他猫到了 我那时候在讲 他EPS估45块的时候 我那时候市长 都不屑于顾 真笑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从三块钱 直接跳到四十几块 那时候一般来讲 都估到25块 已经很厉害了 好不好 结果真的 他没骗你 你看 三月底之前 我看不用 因为他是 大110 他在3月10号之前 35号之前 他就要公布 他去年的获利了 那你觉得 去年获利 一公布真的 四十几块的话 你觉得股票会涨 会哦 有人觉得说 大家都已经预期到了 不一定哦 对不对 你看他去年 2020 4.97 3.78 万海5块1 有没有 然后呢 2021 EPS 长龙45块 阳明47块 万海42块 然后接下来讲的话 你看哦 这是他第23757 你看在这里 第一季是 淡季嘛 有没有 观看EQ淡季 上海集中央指数 就个推估 2020年的获利的 就会暴冲 还会再暴冲一次 他就从意识里说 他在第一季看 上海集中央指数 都还能够在 我看这个指数 这个上海集中央指数 目前还在4981点 去年来讲的话 平均来讲是3753点 有没有 那这里来讲的话 这也是平均 这是平均 这是长约的平均 2769是长约的平均 他从这个指数来看 而且是第一季在淡季 还能够维持在这个点上面来讲的话 他用这个去推估 今年的获利还会保充 这样投资本你听得到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表 再另外看一个表 好 再看另外一个表 好 那这个就是他2022年的 这个是其他的国际机构 这三个是海外的 国际上很重要的三个 就货柜来讲的话 国际机构的反正供给需求的预估 你看这是2021年是去年的 这是今年的 你看供给从成长4.4 变成只有成长4.2 然后需求来讲的话 是从5.8下降到4.2 所以你看供给跟需求来讲 还差货的0.2 那这一家来讲的话呢 它是3.4跟5.2 那这里来讲的话 它的需求是大于供给的 这供给大于需求 有没有 供给是大于需求 需求4.0 它是4.2 对不对 但是这一家就顾这样 供给只有3.4 但是需求还能够5.2 成长5.2 那这一家克拉克森的话 是2.9跟3.3 所以你看这三家的预估来讲 两家 两家的预估来讲的话 都是需求大于供给 就一家供给大于需求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也不会差很多 但是就2020跟2020的整个来讲 供给是下降的 连成长率是下降的 为什么 我在接下来节目再跟各位讲 它是牵扯到一个造船厂的问题 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要订单 你说我有钱我要造船 可以造啊 问题是 全球的造船厂从900多家 现在已经倒到剩下200多家而已 那从去年前年开始 很多都在下订单了嘛 你现在想要造船 不好意思 现在订单开始来讲 是2024年的船才开始做 你说现在在下订单 我也没地方帮你造了 讲实在话 讲实在话 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说还有一些塞港 我再慢慢跟你讲 我们先看结论 结论 我们先看结论是什么 它估三家的EPS 我们先估三家的EPS 当然都是买进 目标价我不敢给你看 真的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高到了 但这个EPS来讲 我是觉得有参考性 这个EPS 但这个EPS 对股价 你说以它的整个预估来讲 以现在来看 想想看 以它的预估来讲 还可以涨一倍以上 当然大家都知道 一定很容易笑它 但是我觉得它去年来讲 这家投股来讲 对全台湾的EPS 估了最准的 而且是最早提出来 真的就是它 其实它们的整个货柜的产业来讲 真的研究的非常透彻 真的非常透彻 这个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就是股销的看法 真的 他们也都没想到 股销会这么 这么的大波动 这么的大波动 这么不违反 真的违反了市场的伦理在走 但是它们蛮坚持 它们的整个的目标价 当然这个目标价来讲的话 能不能到 我真的是笑一笑 我说的所谓的笑一笑 就是说我不能说它不一定不会到 但是呢 就整个状况来讲的话 你还是要以技术面为操作 因为它其实它的股价的波动来讲 真的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你说它一直看 你一两年会不会到那边 其实股价的变数都还有 但是就它今年这样的预估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参考值 比如说我们在旺海去年42.38 反正差不多啦 差不多 但是它今年雇多少 都没有看错 71块 71块 那后年雇73块 这最后EPS 对不对 你看它就写的头头是道的 这很可怕喔 如果真的可以到达这边很可怕喔 那这个是阳明的部分 阳明的去年47块 今年的60跟62 有没有 60跟62 好 所以是成长 成长很多耶 这是长榕 这个是46 然后这是68跟70 这张我之前跟各位报告过了 有没有 所以说这一次来讲 你看喔 它之前是把长榕先丢出来 这次的货柜的 整个产业来讲的话 全部都呈现出来给 给各位投资人看 那这里来讲 当然 这个今年的获利来讲 能不能到 其实现在的法人 我最近来讲 观察 就是法人对货柜的产业 真的是越看越乐观 越看越乐观 所以说你看最近的长榕的现情 为什么投信 之前卖的一塌糊涂啊 对不对 卖啊卖啊卖啊 但是你看 最近开始买了 都买在高档 怀之也是啊 从这边开始买 这一根长榕开始买 这一根长榕开始买以后 你看到以这一根来讲 那根长榕来讲 它是收在141.5 今天刚好也是141.5 所以最近你看哦 这个大盘已经大概跌了快 如果从高点到18,200到今天18,500多点 跌了700点 指数跌了700点 长榕股价 原则上跟这一根来讲是没什么跌的哦 就是它赚了大盘700点 好不好 从今天算了 你看2月18号它在这里吧 12345 那我们看大盘好了 我们看大盘 有没有 18232 有没有 18232 到这里18594 等于赚了700点吧 差不多啦 然后700点 650啦 650到700点之间 所以你买长榕来讲 你等于说这一波的指数跌着700点 你还好 还是safe状况之下 那当然它在跌 你说长榕最多也是抗跌啦 但只要反弹 指数反弹 你会看到会不会直接就往上攻 所以为什么 如果说以这一间 当然它就等于说 大盘跌 大跌 它抗跌 但是呢 只要大盘有机会反弹 它可能就 第一次就直接往上攻 有机会哦 有机会 你不要看真的没机会 所以我说 为什么在149块这边 这一次来讲的话 近期啦 我觉得这会攻上就运 其实真的有跟大盘 去相互做比较 相互做比较 所以说这一次来 货柜三雄来讲的话 我当然还是建议你 长榕啦 因为长榕比较充亏充矩啦 股价也不会太高 也不会上万亿那么高 你说老师 阳明那么便宜呢 但是阳明他那么便宜 你又想说 他有便宜那么便宜 应该有他便宜的原因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 只能讲说 我还是觉得买长榕 还是比较安全 买长榕比较安全 比较好啦 比如说比较安全 就比较好啦 感觉就比较好 那昨天跟各位报告的资源 今天还涨呢 303的资源 今天也没时间跟各位报告了 昨天大概跟人家讲的基本面 今天还算不错 现在还这么强 这个就是法人还蛮认同的 今年的基本面 所以说今天跌了400多点 股价也相对不错 我们之前卖出去的3037的新星 今天报告已经出来了 明天有机会再跟各位投资 分享 2027年ABF公布应酬 讲实在话 跨到2027年 好那今天我们上传了台湾大3035的资源 1565的精华的研究报告 到我们的网站跟公文会员做阅读 好股市龙传 欢迎投资朋友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我们的新式创号 那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传的 见诊及入会 申请表 那你把姓名 电话 还有持股名气写清楚 要加入会员的有三个话 让你选择 那如果说你提完资料 就按提交 服务人员马上会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影片右下方 你QR Code的部分 闪瞄进去 加入like 做互动 也是一种方法 那欢迎投资朋友订阅 股市龙传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 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赚大钱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